伍克蘭海軍司令海達克 19日被克里米亞親俄民兵夾持 稍早總統官方網站公布 海達克和多名人質 已由遭俄軍控制的海軍基地安全離開 儘管美國在短時間內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 但俄羅斯本週以雷霆之勢迅速併吞克里米亞 這暴露出了美國對俄策略的局限性 也標誌著兩國關係再度陷入兵典 參與1994年盧安達毀滅性大屠殺的 盧國前上衛軍官辛比肯瓦 日前被法國法院判刑25年 20年前短短100天內 盧安達境內有百萬突襲族人遭殺害 檢察官將上訴要求判決終身監禁 在國際快樂日前夕 歐盟公布28會員國的生活品質相關指數 其中北歐丹麥、瑞典、芬蘭等國的人民 對生活滿意度最高 不過南歐的西班牙和義大利人 則是平均壽命最長 新唐人太電視整理報導 超高一群的天使新背景